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在自己的座位上布置下了数枚阵极 不动声色便离开了座位 寻星商会这次举办的拍卖会至少有数万人参与 不时有人离开座位一会儿根本不会有人奇怪 莫无忌离开座位后并没有离开拍卖会场 而是在会场内转了一会儿 然后再次回到了拍卖会场 不同的是这次他并没有回到原来的座位 而是来到了另外一个空着的座位上 为了防止意外 这次他和独行洪杰一共购买了四个座位 莫无忌在新的座位坐下后 他在原来座位布置下的阵棋自动激发 座位的禁止再次被搭上 拍卖会继续进行 莫无忌没有再出手 他甚至连梵天棍颖这门法纪都没有拿出来看过 而是直接选择闭目养神 一天时间迅速过去 第二天过了一大半的时候 彭子迈终于拿出了天极法纪 无念登芒 这门法纪的起拍价格 甚至比梵天棍颖还要来得高 就是莫无忌都有些关注 这门法纪到底要被拍出多少的贡献分呢 同一时间 拍卖会场二楼十七号包厢中 灰衣男子语气森寒地说 盯进那莫无忌 他必定会对这门法纪出手 不用灰衣男子提醒 他身边的人也知道要盯进莫无忌 燕家这次不惜别人怀疑 公开来到拍卖会场 不就是为了莫无忌吗 无念登芒的价格 很快攀升到一百万贡献分 到了这个价格 保价同样冷清起来 能一次拿出一百万贡献分 仅仅只为购买一个法纪的人 并不会很多 莫无忌有没有保价 灰衣男子盯着眼前的两个监控屏 于其中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还没有保价 他身边的修士说完这句 似乎还不大放心 长老 我过去看看 仅仅两分钟的时间 出去的修士就急切地走了过来 莫无忌不再包乡 他应该用了顺一幅落 在极短的时间内离开了 我刚收到消息 此人在不久前就离开了拍卖会场 怕的一声 灰衣男子一巴掌将眼前的监控屏排成了碎渣 立刻给我拦住星空门 龚博这老匹夫 我眼价迟早会让他好看 虽然灰衣男子知道 现在拦在星空门前 莫无忌一样走不掉 可他就是不爽 若非星空店的龚博插手 他甚至可以监控到 莫无忌的包厢内情况 那样的话 莫无忌任何时候走 他都能够知道 可那龚博一定要坚持说 这样做会让巡星商楼名誉扫地 他坚决不做这样的事情 这让燕家也很是无奈 但巡星商楼毕竟不是燕家一手遮天 拍卖会已经接近尾声 当最后一件灵气被派出之后 拍卖会彻底结束 莫无忌仍旧没有消息 这让灰衣男子如坠并酷 燕家可以拦住星空门 甚至检查个别出入星空门的修饰 但那只是个别 一旦数千人进出星空门 燕家若干一个个检查 那就是自寻思路 拍卖会结束 数万人同时涌出了巡星商楼 莫无忌一离开巡星商楼拍卖场 就看见了远处的独行红劫 独行红劫已经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可见他是度过了危险期了 莫无忌放下担心夹在众多的修饰当中 直接前往星空码头 根据独行红劫的经验 每次大型拍卖会结束后 都会有数千人同时从星空码头离开 进入星空战场 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会从星空店外离开 进入封销城 燕家实力再大 也不敢在这么多人同时离开星空码头的时候 进行盘查 更何况他们还得守住前往封销城的修饰 可以说在独行红劫离开燕家盯烧目光的那一刻 燕家想要抓莫无忌的计划 已经告一失败 莫无忌跟随众多修饰进入了星空码头 在来到星空码头三楼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个熟人 燕儿 燕儿正站在一名脸带杀金的女子身边 东张西望 若是在平时 莫无忌毫不犹豫就会前去打招呼 但是现在 他若过去就是害了对方 而且莫无忌看得出来 站在燕儿身边那名女子 修为似乎不在眸篮汉之下 可见是个绝对强者 燕儿在这种强者身边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 正如莫无忌和独行红杰预料的一样 尽管每一个星空门都有燕家的人盯着 但是燕家的人还真不敢在这时候进行盘查 莫无忌跟随众多修饰一起 从七号星空门进入了浩瀚星空 一进入星空 他就直接寄出了原形飞船 激发飞船冲入星空深处 燕儿我们走吧 他应该不会过来了 或者说他早已从这里离开 连带杀金的女子 看见进入星空门的人越来越少 拉着燕儿迅速离开了三楼 这两人正是北宿亭和燕儿 北宿亭判断 莫无忌杀了燕阳东后 会第一时间从星空码头离开 而燕家的人也会在第一时间在星空码头阻拦 他带燕儿来这儿 是准备帮上莫无忌一回 结果他扑了个空 并没有看见莫无忌 也没看见燕家的人在这儿 阻拦莫无忌 苏婷姐 那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燕儿问道 北苏婷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大殿说 那是星海军的地盘 之前舒全玉统帅邀请我参加星海军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 我们还是参加星海军 等在星海军中获得一定的星空贡献分后 我们再进入星地山修炼 你不要担心 我必定会晋级人先 然后帮你请散一声出手 燕儿犹豫了一下 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北苏婷则自嘲地笑了笑 燕儿 你是不是觉得我改变了主意 其实我本来的确是想要自己接任我 然后去挣星空贡献分 再去星地山的 这样做 至少不会涉足到石塔星空军的利益冲突中去 现在我突然发现 我还是太嫩了 嗯 苏婷姐 燕儿疑惑地看着北苏婷 在她心里 苏婷姐处理事情已经足够老道 他们问天学宫的弟子过来 都是苏婷姐在照顾着 大家这才修炼速度迅速 若是苏婷姐都太嫩了 那她岂不是连毛丫头都算不上 北苏婷的神念扫了一圈四周 这才低声说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莫无忌早就离开了星空门 而且燕家的人也出手拦截了 但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可见那莫无忌比我们都老年多了 这次连燕家都喝了她的洗胶水 我敢肯定 她在星空店有老手帮忙 否则想要这么容易 从燕家的目光下脱身 绝无可能 难怪她能登上星空宝 不要说实力 就是这份能耐 她就配得上这个荣誉 嗯 也许 她没有参加拍卖会 在拍卖会结束后 和别人一起离开呢 燕儿说道 贝肃廷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 燕家就等着莫无忌 去参加拍卖会 如果莫无忌不敢参加拍卖会 她早就被燕家带走了 星空店燕家的驻地 燕平旨在得知 没有抓到莫无忌时 已经第一时间来到了这 此刻她心中有些后悔 没想到一个小小真虎镜修士 燕家出动的数名真神镜 居然还没能抓到 早知道她应该自己过来 至于别的家族怀疑 那就怀疑呗 现在她还是过来了 可惜的是莫无忌已经逃了 燕平之面无表情 坐在上手 目光冰寒地盯着锤手 立于下方的一名灰衣男子 燕高凯 向详情说一下 是 灰衣男子攻身失礼 我们最初盯人就盯错了 真正的莫无忌 购买走了一卷梵天棍影 一共花费一百三十五万贡献分 因为之前 我们以为她身上最多才一百一十万贡献分 事实上 她在拍卖会开始前一天 又从下家的独角挑战场 弄到了五十万贡献分 然后又故意一百三十五万贡献分 购买梵天棍影 这才让我判断失误 在莫知我们盯梢的人消失后 我反应过了 才发现此人 早已离开了座位 他座位的禁止是激发阵打开的 燕平只没有继续发怒 他知道这不是燕高凯判断失误 而是能力问题 只要一个有能力的人 岂能将目光全顶在一处呢 燕高凯很是惶惶不安 他还是从独角挑战场 通缉莫无忌才知道 莫无忌还从那儿 弄走了五十万贡献分 进入星空之后 莫无忌一路狂奔 一直奔行了十数天后 他才停了下来 不是他想停 而是有艘破旧的飞船 拦在了他前面 这艘破旧飞船前端 站着一名神传蚂蚁的女子 此女一脸素颜 看起来清纯干净 略微显露出来的脖子 白皙无比 长发在背后结起 犹如凌家少女一样 淳朴的样子 加上纯净的眼神 更是让人多了份好感 啊 甚至对不起 我不应该拦住你的路 可是我现在迷失了方位 飞船的静置 也在星空中被破坏掉 麻布衣服女子 见墨无忌走上了飞船甲板 连忙说道 声音很低 话还没说完 脸色都红了一大片 墨无忌微微一笑 没问题 我可以再拟承 不过 我不去星空殿 这女子看起来 应该是虚神境界 实力应该比她要高尚一些 这女子听到墨无忌不去星空殿 顿时愣住了 好一会儿才吞吐地说道 啊 那我 刚说两个字 她自己就没了主意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